好,同学们晚安,我是志诚 欢迎你们进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 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的是 打开奇迹课程的正确知识 就是怎么去研读跟使用奇迹课程这本书 但这是比较初阶的内容 不过希望可以给各位都带来一些帮助 那么奇迹课程这本书 我觉得确实是一样迷扬百种人 我自己学期可能超过十年的时间 那么教学也超过七年的时间 那在这么多年里面 确实也是看过各式各样的学习方式 那包括一些很奇葩的都有 比较多看到就是有的人 他是只读正文的 那有的人是只做练习手册不读正文的 那不过通常是这个后面这种 后面的这种大概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只读正文的 我们看过但是比较少 那只做练习手册的还不少 那理由主要大概也是因为 就是这个正文觉得太难了 然后读也读不懂很抽象 我后面还会再回到这一点来讲一讲怎么办 那有这种感受人很多 那可能各位有的可能就有这种感受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册感觉起来 实操性比较强 然后好像可以立即有一些作用 然后有烦恼的时候可以立即拿来用 那么就先把正文丢在一边 甚至索性就不看了 然后就专门做这个练习手册 那但是这种偏废的做法 一定是有问题的 那据说耶稣当年在传这本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特别叮嘱海伦他们 就是说这个奇迹课程这本书 是不可以分开来卖的 因为奇迹课程 其实它是由五本书所组成的 就是有正文 然后有练习手册 这个是最大部头的 然后再来有教师指南 然后它的后面还有词汇解析 然后在最后面还有补编 是由这五本书组成的 那么在最一开始 这个耶稣就说了 就说这个是要合起来卖的 就像你现在买的奇迹课程中文本的 一定是合起来的 虽然说它拆成了三册 但是不能够单买 那当然它这么叮嘱一定是有用意的吧 它一定是认为啊这个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是必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如果说你因为一些想法一些原因 然后你只学其中的一本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特别是这个正文跟电影手册呢 都这么厚嘛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内容也这么的丰富 那显然它是希望你这两个东西至少可以都学 那可能是一前一后 但是没有关系 那当然最好可能是搭配着一起学 就这个正文跟手册搭配一起学 最好是双管齐下 因为你如果只做练习手册 就像我之前一直有遇到一些学员 会这么做 就便宜行事嘛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奇迹课程它在正文里面写了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那主要是这个观念架构啊 最主要是在正文里面 那你如果只做练习手册的话 就好像你去盖一栋房子 然后只有这个混凝土 但是没有钢筋 那这显然这房子就容易坍塌嘛 那这个 所以这个只做练习手册啊 就很容易怎么样呢 就是变成一种各自解读的情况 就是反正你爱怎么解读怎么解读 因为你这个就是观念比较缺乏嘛 那这个各自解读啊 就会当然就会出现问题啊 那包括就是说 在这个圈子里面很常见的一个问题跟现象啊 就是说大家会 就是说把奇迹课程呢 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进行解读 好那 但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那我不知道各位就是说 听我们解读奇迹课程 会不会有一些怀疑啊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 为什么是你说的这样啊 就不是我想的那样呢 那你要注意的是啊 就是奇迹课程呢 它很重要啦 好就是说 你要去解读 哪怕是一句话 好你都要能够跟这整本书所讲的观念啊 是可以合拍的 好你并不能说啊那我想要这样解读 但是其实他很多其他的地方呢 就是跟你的解读方式啊 很明显的是有相抵触的 那当然这个就会有问题 好那这个我们也就顺便说明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解读奇迹课程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前后一贯啊 就跟这整本书要可以前后一贯 好那之前我也遇过有人啊 就是说他觉得读正文读得很爽啊 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做练习手册 那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享受啊 就是说这个正文里面讲了很多的大道理大观念 然后他觉得他把这观念讲的真的是太好了啊 然后从中呢去获得一种叫做自信的愉悦 就是说你这个头脑啊 理智啊可以读懂了 就可以明白一个就是说 真的很深刻很细致 甚至是很艰深的这么一些道理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有成就感 很愉快 然后这个叫自信的愉悦 好但是这个呢 就是说你能够从中受益的部分就非常有限 因为这没有落实到生活中去操练嘛 好那后来这个学员呢就变成我的学生了 然后他听了我的话就好好去操练 然后才发现这个操练手册是完全必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也开始体验到他的抗拒起来了 也就是说他其实原本读正文呢 是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就是说其实采取一种就是隔岸观火的一种情况吧 就是说跟正文里面读到的东西都把它读在头脑里面 但是并没有把它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就他把这个正文的东西 写的东西跟他的生活给隔开了 那这样的话他小伙就安全了嘛 就不会有问题 就小伙就还可以好端端的 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程的时候啊 最好是双管齐下次最好的啊 就是说你一边做这个练习手册 然后一边呢每天可以匀一点时间出来读正文 好那最近我也跟大家这个一起来读正文嘛 好因为我们这个新开了两个微信群组 一个是正文的一个是手册的啊 那我们今天刚好开始啊 就是正文的最前面 还有另一手册的第一课 好那如果说各位有一些朋友还有兴趣加入的话 都还很欢迎可以趁这个时间点可以加入进来 我们刚刚好开始啊 那这轮我也陪伴大家一起研读啊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几分钟前我有在群组里面发的啊 就是说我每天我都会研读至少两页奇迹课程啊 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啊 就是当天学习的最有感动的那么一段话 好那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那这个也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学习方式啊 就是细水长流然后浸泡在里面 然后每天都接触一些每天都前进个一小步两小步 好那每天超练宽数 好然后自己越累的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 你又向前进了 而且进步的幅度还是蛮有的 好那我们今天很欢迎大家进来学习 好那然后那个 我讲的时间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了 然后我看到有些同学有提问 那也很欢迎你们就是说都在可以在讨论区 就是有任何学习相关的问题 你可以提出来 或者说分享都很欢迎 好那么大概在今天晚上 到睡觉前呢 我倒还会进来稍微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同学的留言提问呢 我都会给予回应 好那首先呢 我们来谈一谈其一个人这本书 那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就其一个人这本书啊 它其实是由五本书组成的 好然后基本上它是英文本的 就是会合定成一本 好不管是精装品装都是合定成一本 不分拆的 就是如果你要买原文书的话 它是蓝色皮的 然后是第三版的奇迹课程 好然后它是不分拆的 好那理由我刚才有强调了 好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就这个正文啊 是里面最大步头的 也是第一本 好那所以正文显然很重要啊 对不对 好那所以就说你如果只做手册 不读正文 好那这个大概也不能算是 真的登堂入室了 那么正文的它其实出了 像我们刚刚强调 它把理论 好就是把这个理论基础啊 就讲的很清楚明白之外 好其实在正文里面 它还有大量的经验谈 好关于宽数的经验谈 然后还有大量的就是 带你去往内觉察 好往潜意识里面更深的地方去做觉察 好所以其实你细细的去读正文啊 你会发现 它写的既深又很细致 好那然后就是它会教你怎么样去自我觉察呀 好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你里面小伙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跟念头啊 你去看一看啊 看看是不是有啊 好就是它会告诉你 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觉察 甚至觉察些什么呀 然后它会在宽数的方面给你一些提点呢 甚至从中我们最终也归纳出啊 就是各位在我们直播间能够学习到的 包括四层分店啊 然后宽数的四个步骤啊这些啊 那 所有这些其实在正文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也可以提炼的出来 然后包括你宽数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呀 然后怎么样的坑是大家常常掉进去 那你要避免啊 这些其实在正文里面都有 那所以你不能说正文呢 跟这个操练没有关系 它只有一堆理论 也不是这样 那这个练习手册呢 当然它就是把正文的理论啊 让你能够具体的去运用 所以你练习手册做不了几课你就会发现 它开始指引你啊 就是说把这个 它每一课的这个阻止啊 就如何把它具体的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好 所以它有很多类似于照样造句的东西嘛 那 但是啊 这个练习手册你仔细看一下 就是它从121克到第200克 好 121到200 那除了中间 就是一些这个复习课不算的话 那这些课这几十课啊 其实分量都非常的大 很足啊 那甚至这个整本手册最长的135克 大概有5页之多 那读起来其实跟正文啊 不管是分量、难度还是深度啊 其实好像都没有什么两样啊 所以其实啊 这个正文跟电影手册的这个分野啊 并不是绝对黑白二分的啦 那么如果你在读正文的时候啊 你有把你的一些觉察啊 操练啊 你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把它对应上去的时候 那甚至你会感觉到啊 就是说你在读正文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清理跟进化了 就是其实你在研读的时候 就已经同时在操练宽恕了 那到这个时候 证文跟手册对你来说 就不是截然划分的 那而且可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那我是觉得奇迹课程最终 应该是要应用到这个程度啊 那才算是真的登堂入室了吧 好 那么第三本呢 这个叫做教师指南 然后它就小很多啊 应该是不版一版页 然后 不过之前我发现 怎么有很多学员啊 以为这个教师指南是写给老师 就像我这种教奇迹课程的 但其实它并不是 这指南也是写给各位每一个人的 因为它这个教师指的是 不是人间你遇到的这个有心有像的老师 他指的是上主之师 好 那笼统的说啦 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有此愿心要回家 然后要得到救赎 你真的有此愿心要回归上主 然后要真的要找到平安的话 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大概你就可以算是上主之师 OK 那么这个教师指南 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看成啊 其实就是前面证文跟手册的补充嘛 然后它基本上都是以问题为导向来 这个来写的 所以它每一篇都是一个问题嘛 然后 所以也可以说它就是回答我们一些相关的疑惑吧 不过当然你在学奇迹课程的疑惑一定很多啦 那像大三一样那么多 那所以它当然不可能全部回答 那但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就是得要在你的操练中 然后从课文里面 然后从这个跟圣灵的连结里面去寻找答案 从你的宽数体验里面去寻找答案 或者说像我们在课堂上切磋 那这个也可以寻找答案 那这个是关于就是教师指南 然后它有回答一些常见的问题 然后有些问题也蛮有趣的 比如说轮回存不存在啊之内的 然后呢 再来教师指南的后面啊 叫做词汇解析 这个总共只有六条 然后是很薄的一侧 然后大概也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侧 甚至搞不好都你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那这个词汇解析呢 我常开玩笑说啊 就是你把它都读一读啊 其实你还是搞不清楚 它到底解析了什么东西啊 就它要解析的那个词汇呢 好像也没有真的被讲得很清楚啊 然后里面又塞进了更多的概念跟词汇 然后就让你觉得这个词汇解析到底是干嘛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跟这个教师指南大概一样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啊 就是对这个证文啊 对手册的一个补充啊 那你就把它当成证文来读 其实就可以了 好 然后最后面的最后面的第五本 就是这个补编 那这个补编呢 它还分成有两册 那每一册大概只有二十多页 但是它绝对是量少而执经 所以你绝对不要看到说 这个补编 所以就这个不怎么样啊 然后就把它这个忽略过去啊 这个补编是极好的东西啊 真的是精品啊 那它这两册其实 可以看成是整本奇迹课程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summary 最好的一个总结 而且他们还各有主题 好前面那一册叫做心理治疗 它的主题就是疾病与疗愈嘛 然后后面那一册叫做送导 它的主题就是祈祷 所以这个祈祷的方方面面啊 然后包括主要是它的内涵 它讲解得非常的清楚 那这两册不编也是我自己 除了正文之外 大概读过不下数十次 甚至上百次的东西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跟大家顺过一次啊 然后它们的特点是什么 好然后大致上你是怎么来使用它们 好那这个练习手册是一定要练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如果你学奇迹课程 但是没有做练习手册 就不能算是在学 当然各位可能会觉得我这个话 听起来有点武断 对不对啊 但是但凡就是有操练的这个练习手册的人 操练了一阵子之后啊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这个操练确实是必要的 它是无可取代的 这是关于练习手册 好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微信公众号里面啊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去做练习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啊 就是这个练习一直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那会有很多同学啊 就是始终没有办法超过五十课 好很多人做到二十多课就放弃了 那为了要帮助大家 所以我们在前两年有开发了一个小城市 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练习打卡 那我相信各位应该也有不少已经在里面打卡 那你完全可以依据你自己的节奏 那你想什么时候开始你就开始 你不用跟着我们群里面的进度 一定要熬到又要从第一课了 你才要加入不需要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号找到这个练习打卡 而且它是免费的 那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前人留下的足迹之外 就有很多同学留言打卡 然后就是谈谈他们练习的心得 然后再来有我的亲自的课文解说 那这些课文解说应该可以帮助各位在练习的这个方面 就是可以省下很多摸索的时间 那这个是几位推荐各位就是一定要去使用一下 那如果是台湾的同学呢 就是在我们的教学网站里面 你也都可以找到就是我们对练习课的 逐段的讲解 好 那么关于这五本书啊 奇迹课程他自己也说啊 就是 其实并没有哪一个是一定是先服用 或者哪一个一定是后服用 好 这没有一定的顺序 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各个不同嘛 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从这个证文啊 开始他比较有收获 有的人觉得从手册开始他比较有收获 这没有关系 但是大原则 大原则就是不可偏废 这个刚才我已经强调不止一次了 好 然后再来就是刚才我所强调的重点 手册一定要操练 要不然的话不能算是真的在学 好 那么 呃 这几年呢 其实我自己也看到一些现象啊 就是说很多人他会 怎么讲 本末导致啊 就是买读还租啊 就是花了更多的时间 去读奇迹课程的周边书籍 然后包括现在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奇迹老师 都有很多的录音在网路上 那当然这个本意是要帮助大家去学习奇迹课程这本书 结果一来二去啊 怎么大家都 跑去听录音啊 然后去听分享啊 然后 跑去读周边书了 那结果奇迹课程这本书本身啊 就真的真的在读的人 在操练的人 反而没那么多 那这真的是很有趣啊 那 也因为是这样啊 所以其实我们 呃 费了很多的苦心啊 在这方面啊 就是 各位如果看一看我们的公众号 跟我们的网站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就只专注在 奇迹课程这本书 的学习方面 我们几乎没有在推任何其他的东西 那 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个练习打卡 然后这个练习课的解读之外 就是我们从16年初到去年去年八月啊 将近有四年时间呢 我们有推动了一个 也完成了一个这个课文讲解的计划 就是我在这三年又八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就是一到五每天观录音啊 然后 就是把整本请习课程 几乎啊 从头到尾给你解读了一次 所以不管是证文啊 手册啊 指南啊 那任何一篇啊 除了这个练习手册的下篇啊 因为都是一些导词之外 那我们几乎 几乎都讲得很 很全面了 就是逐段逐段的去讲 每一篇都有 那这个是最好的学习资源 然后都是公益的 那那我们是非常推荐各位 也很希望各位可以 好好的去利用它 那但如果说 曾经跟我上过课的同学 不管是什么样的课 那你再回头去使用这些 虽然说是公益资源啊 但是你会应该会发现 这些公益的资源呢 你用起来的收获 会大很多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 就是说推动大家去研读课文 所做的一些努力 好 那么关于这个奇迹论这本书啊 大概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一开始翻开它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觉得很难懂 然后第二个你觉得很抽象 然后第三个你觉得很枯燥 好那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 就是这三个都有中啊 呵呵 那但是就像我强调了 因为奇迹课程呢 它永远是根本的 它当然也是最原汁原味的东西啊 因为它就是经典本身嘛 所以再怎么样 你还是要回到它上面来啊 那其实这些年啊 我自己也看过不少解读奇迹课程的书啊 然后不同作者的都有啊 那但其实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周边书呢 都淡化了奇迹课程的讯息 那甚至是扭曲了奇迹课程的讯息 那这是为什么我强调啊 就是说你还是要回到这个经典本身 好然后在即便在我自己的群里面啊 就是也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弟兄啊 就很可爱啊 就是说他也不会去问一问老师的看法 也不会去问一问奇迹课程到底写了什么 然后就开始争执啊 就是可能就是就某一个义理就开始争执了 但是但其实我看一看也是笑一下 因为其实我从来不做劝加这种事情啊 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因为两个人都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啊 谁也不会想要听谁的 然后也不会想要听第三方的啊 那但是呢 你看看他们讨论的问题你也会笑一笑啊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东西奇迹课程里面就有写 甚至我都知道就写在哪里 比如说偶尔也会有人争论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修行这个事情啊 或者说你学这个奇迹课程学宽数嘛 需不需要努力呢 然后通常就分成两派了吧 因为小五四季就是二元对立的啊 那其中一派呢可能就会说啊 你这个努力呢就掉路把幻象当真啊 宽数也是幻象啊 其实也是幻象啊 所以不需要努力 那另外一派就说这个不努力怎么行呢 那你每天就是说不付出你的时间跟精力去学习的话 那你只是在那边耍嘴皮子 宽数都学在嘴巴上面 这怎么行呢 对不对 那其实奇迹课程 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写在哪里呢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 写在正文的第六章的最后一段 正确来说是第六章第五节的最后一段 他其实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读不懂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六至五啊 就是我们的课文讲解啊 雕出来 听一听 读一读看一看 那不过这节有点长啊 因为它其实是三节的分量 它里面有三小节 那不过这种特别大的正文的章节 通常也是特别重要的啦 比如说像这个十九章的第四节啊 就里面就有四小节 OK 而且这个四小节啊 还是非常大的 每一小节都比别人的一节 甚至还要多 甚至内容还要丰富 那所以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迹课程很难懂呢 那你光翻一翻它的最前面 证文的一之一 奇迹原则里面有五十条 你大概就会觉得 除非你可能奇迹课程已经学得很通透了 要不然你可能也会觉得 哇这个才一之一就这么难喔 其实它整本书的难度是差不多的 那后面的也不会比较难 或者比较简单就对了 那 其实我觉得这个奇迹课程的这个难懂啊 就是也有可能真的是有点故意的 那怎么样呢 就是说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难的时候 那你才会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 然后反复的去揣摩嘛 然后反复的去研读嘛 那你在反复的去揣摩跟研读的过程中啊 这个 嗯 奇迹课程的一些意理啊 就被你 就是摸的 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 就摸的比较透了嘛 OK 那这个是关于奇迹课程他的这个所谓难懂 不过其实 当你对他的文字概念 还有他讲的东西比较熟悉之后啊 然后包括配合我们的课文解说 其实你习惯之后 你反而会发现啦 奇迹课程有很多东西啊 写的非常的直接 而且一针见血 然后 这个 直接一枪就毙命了 都很难闪躲的 把小我写得透透的 把你也看得透透的 基本上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 我们会觉得奇迹课程读起来很抽象呢 这个老实说也不真的是 不真的是奇迹课程的问题 其实这个 这一点呢 主要还是出在我们自己小我的防卫心啊 因为其实奇迹课程呢 如果真的读懂 而且真的是彻底读通的话 你会发现他对这个小我的破坏性 是很大的 对小我来说 他就好像是核弹一样的 那所以呢 这个小我一定会对这个奇迹课程起防卫 那有一句话就说 这个小我如果不能阻止你去读奇迹课程的话 他就会跳进来 下海跟你一起去读奇迹课程 怎么说呢 就是说当你在读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干扰你 然后要不然一下告诉你说 这个地板脏的还没脱呀 指甲长的还没剪啊等等等 就是常常读一读就恍神 要不然就是说一边读的时候 小我就一边掺和进来 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 用了小我的方式去解读他里面的东西 OK 那么其实当我们觉得他很难很抽象的时候 就是小我在试图啊 跟他讲的东西保持距离 小我在试图假装怎么样 假装他里面写的东西 不是在讲我 是在讲别人 这有些人很可爱 我就是读奇迹课程 读到拍案教诀 然后就是说 这一段就是在写小王 那一段就是写小明 另外一段就在写小花 但是这个是我 我常常在课上提醒大家的就是 奇迹课程没有在写别人 他完全就是在写给你的 他永远都是在写你 因为外面没有别的人 OK 那这是关于奇迹课程的这个 所谓的抽象 那一样的其实你读久了 然后你常常把你的一些觉察 宽恕的体验 甚至对这世界的观察结合上去的时候 这个久而久之你就觉得 他不再抽象了 他读起来很有意思 甚至他写的东西非常具体 那就表示你已经有登堂入室了 好 那么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迹课程的文字 读起来好像很枯燥 那其实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对宽恕的体证结合上来 没有把这个对内在的觉察去结合上来 甚至就像我讲的 我们试图跟奇迹课程去保持一个距离 假装他写的就是一些概念 假装他不是在讲我们 假装他不是在指导我们 假装他是在讲别人的问题 我没有那些问题 我没有像他写的那么糟 我的小我没有像他写的那么坏 我们就常常会假装 那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去认识到 他就是写给我们的 然后在 特别是在研读正文的时候 因为正文的这个观念比较多 那就尽量把我们的生活经验 还有你对宽恕的一些体验 把它结合上去 然后你可能就会像我一样 觉得这个越读越有味道 越有意思 一点都不枯燥 那么我们刚才在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小心 就是说跟文字解离的一个倾向 强调就是说 奇迹课程他就是写给我们的 因为只有我们在做梦 只有我们的心灵在做梦 那也只有我们的心灵需要醒来 那所以不必怀疑 他就是写给你的 每一句话都是 OK好 那么为了帮助大家 就是可以比较具体的去 把它运用到生活中 那其实各位 如果在我们的公众号 或者网站里面找一找 这个搜一搜的话 就是里面有个栏目叫做生活实修 那这个生活实修里面 就会有一些比较 落地 比较具体的主题 比如说两性 婚姻 或者说金钱 投资 或者说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里面可能还有 比如说师生关系 跟父母 跟夫妻 跟权威之间的课题 等等这些 就是大概我们常遇到的 然后包括这个 我以前的专业 就是这个医学 就是讲到疗愈 疾病疗愈 在我们的公号里面也不少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很好去利用的资源 而且都是免费的 那么也很欢迎大家 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 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进来过的话 那我们这边最重要的 最经典的 就两个 一个图解奇迹课程的系列课 就是在最上面的一个 然后还有它下面的一个就是 奇迹课程的落地应用 那这里面就 有很多落地的主题 就是大概我刚刚讲的那些 其实我们在直播间里面 已经都有讲过 而且这些课都极为便宜 所以这个是我强烈推荐各位 就是我们这边的经典课程 那包括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课程 你如果有买的话 都十几块钱 那你有买的话都可以 就是反复回听 永远可以回听的 好 然后最后跟大家聊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奇迹课程 它真的是耶稣传的吧 好 有可能不是的 好 那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依据我对奇迹课程 它这本书的由来 然后种种迹象表明 它应该确实是耶稣传的 好 那至少我自己是这么相信的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 就是这件事情本身 并不是真的很重要 好 因为一本书 它到底是人写的 还是通灵 那这个通灵是通什么灵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就是你的体振吧 就是它对你的帮助有多大 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 那你永远不要把任何的书 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 就是一本经典 佛经也一样 圣经也一样 奇迹课程也一样 就绝对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权威 而是你要对它保持一点 独立思考 甚至保持一个适度的怀疑 你可以去挑战它 它说你如果认同于身体的话 你肯定是实时活在恐惧之中 你肯定找不到平安 那你觉得不服气可以 那你可以去试试看 看看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一边还认同于身体 然后一边还可以真的是平安的 你可以去试试看 那经过了种种的体证之后 然后它讲的东西就会逐渐深入骨髓 然后你就会非常笃定 那这个笃定并不是来自于说 你把它讲的东西奉为圣旨 当作偶像崇拜 然后就是绝对不去怀疑它 那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但是在这个心灵圈跟宗教圈 就是这种现象是比较弥漫的 那至于 以至于就是说很多一些书或老师 所讲的一些是是而非的观念 反而非常的深入人心 所以这本书 它最后还是要结合到生活中 你能够活出宽数 这个才是它最重的目的 那一切都是要以此为依规 就是看你能不能真的提振到奇迹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等一下我也会花一些时间来回复各位的问题 那最后我们也推广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0月底 11月初我们有举办一个线上的工作坊 这个是我们举办的第二期的线上工作坊 那我们把它叫奇迹训练营 因为我们会在这个训练营的一个过程中 大量的去跟学员有互动 各种交流很多 那以这个第一次开设的这个训练营来说 这个互动简直不亚于这个地面课程 那但现在是非常实践 所以我们把这个课程调整成是线上训练营 那我们这次线上训练营是比较硬核的 就是它是讲这个奇迹课程的核心观念比较多的 然后具体教会大家怎么操练宽束来 好就是说你遇到的这个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具体的运用奇迹的营框去应对 去破解小我 然后在这个你在具体操练的时候 修炼的过程中啊 容易有什么问题啊 有一些什么要点啊 那我们都会在就是月底的这一次奇迹训练营上面呢 就是跟大家详细的来探讨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部分 那如果各位对这个训练营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我们公号或者网站里面找到详细的内容 那我们现在早鸟优惠还有将近两周的时间 那再请各位多加把握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直播的部分 那很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那然后也希望今晚能够给各位都有收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